好 歡迎回到鐵彈超人俱樂部 我是超人超級肥胖的人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我們綠光劇團的團長羅北安老師 音效 好 我們剛剛聊到這個 成立綠光劇團的這個過程 那我們知道其實早期綠光劇團 其實我知道的是 因為我一開始北安老師 那時候我還沒畢業的時候 北安老師就說 你那個 之後要不要來綠光劇團上班 所以其實我還沒畢業 就已經到綠光劇團 來做這個製作無間的工作 那其實我知道那時候綠光 有一個宗旨就是說 北安老師希望說 因為他希望是做一個本土的 我說本土不是說 一定是講什麼台語或是什麼 而是說 希望說台灣人自己寫自己的故事 演給自己的這些子弟們看 所以等於是秉持這樣的一個宗旨 然後我們一直在做這樣一個創作 所以早期 所說第一出是林大宇高跟邪 就是林大宇高跟邪 然後包括後來結婚結婚版 都是當免惹的貨 其實都是原創的一個劇本 那原創的劇本 然後等於是自己做自己的一個 歌舞劇的一個東西 所以等於是早期 其實綠光的歌舞劇 在我們整個劇場界來講 也算是一個元老 元老級的一個產物 算是啦 很老 林大宇高跟邪 真的是台灣第一出 所謂的歌舞劇 原創的歌舞劇 中文歌舞劇 對對對 所以我想說到後來 包括吳念珍導演加進來 我們才剛在五月份做了一個一個月的連演 人間條件 號稱國民戲劇 那真的 也受到很多很多 原本不是劇場界的觀眾 也都走進劇場去看這個戲 那我想當初綠光劇團的這個宗旨 其實慢慢的在這個地方 得到一個印證跟實驗成功的這樣一個感覺 就是說其實它帶動的不只是劇場觀眾 還把很多阿公阿嬤級的 從平常不走進劇場的 原先不進劇場 對那我想真的就是說 做了一些自己的故事 然後給我們自己的人看 到後來包括綠光的世界劇場這一塊的東西 怎麼會想要再去做世界劇場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綠光劇團 它當初成立的時候 並不是說它是某個人的劇團 比如說我們知道誰主控的那個劇團 比如說我們在台灣台北市看到很多劇團 就是那個人代表了誰 代表了劇團 但是綠光劇團一直不是羅北安的劇團 也不是李永峰的劇團 也不是柯一正的劇團 也不是吳念珍的劇團 它是對我們來說 當初創作創這個劇團的開始 就是說它是個平台 就是跟我們有類似相同的理念的創作的人 我們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早期是李永峰在忙兒童劇 指風車劇團 那我就做綠光劇團這一塊 就做原創的中文歌舞劇 那我希望唱自己的歌 跳自己的舞 然後講自己台灣人的故事 所以做了大概八年吧 七年七年的原創中文歌舞劇 那後來 吳念珍導演進來 他說要做一個國民戲劇 哇 那更好了 他跟我們原來那個 歌舞劇的形態是不一樣的 那有了吳念珍導演自己的調子 自己的味道 他就做了人間條件一二三四 是完全快智人口 已經演了一百五十場了 有十七萬七千的觀眾看過台灣 而且幾乎沒演一定加演 沒演就是加演就爆滿 加演就爆滿 那這一次連演一二三四也是 補足了很多 現在有的人看過一看過三 沒看過二跟四 這次就把它補足了 那也是快智人口 那做完這兩個系列之後 我們想說有沒有東西 因為我們自己也在 我自己在國外讀書 我覺得有很多的國外的戲 非常的棒 那我們那時候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台灣要走出去 必須要先讓世界走進來 其實讓台灣的學子 或者他一般的國民 能夠看到國外好的戲 而不光只是國外的人來 用個英文演戲 國外的人來用個法國演戲 感覺還是有隔閡的 於是我們就想說 我們就幾個朋友 不光只是我 那時候雖然第一出 是我在做的 叫做明年此時 那是我自己看過的 我們就把幾個朋友 後來把幾個朋友 就是你看過的戲 你聽過的戲 你看過劇本 你覺得很好的 在世界上面 就把那個劇本 翻譯成中文 演給台灣的觀眾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利益 就是我們有原創的歌舞劇 有原創本土的國民戲劇 吳念珍導演的國民戲劇 也把世界上我們聽過 看過覺得好的劇本 介紹給台灣的觀眾 於是我們就成立了這個世界劇場 其實還有第四個系列 叫做台灣文學劇場 台灣文學劇場 對 那個是 《清明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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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吳念珍導演在主導 不是他每一齣戲他編導 而是他創了這個系列 一樣提供給平台 對 讓對這個部分有興趣的一些 創意編導人 他們有機會可以在這個地方發展 因為台灣其實有很多好的小說 是屬於原創的 講了台灣人的感情在裡面 像這一次的台灣文學劇場 《清明時節》 就是講一個台灣人 所謂碰到的問題 小三的問題 什麼等等 也是小三 但是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裡面 我們開創了四個不同的平台 然後不同的創意人才可以在裡面去工作 那世界劇場這邊就是 好像比較 在原創中文歌舞劇 國民戲劇 台灣民戲劇 比較獨立的一個 他是把國外的東西介紹過來 所以我們介紹的還蠻多出的 從那個第一出明年此時到 最Hedo的一出叫做 求證 在台灣也加演 在香港也演出了 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弄了一個蠻不一樣的戲 它是英國的 它不是美國的 英國的叫做開心鬼 就是其實這個 這是翻譯過來的 翻譯過來的劇場 叫開心鬼 那這個戲其實蠻老的 因為它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好玩 而且有內涵 所以它每隔五年十年 都會被拿出來演 那這一次 最近的一次呢 是在美國百老會也演出了 好像也就是前幾年吧 2009年 2009年 對前兩年 就是這個劇作家的 它的好戲還不少 尤其是這一出開心鬼 每隔十年五年 就會拿出來演一次 拿出來演一次 因為筷子人口 聽說他第一次 在倫敦上演的時候 一口氣就演了 將近2000場 1997場 演了好多年 那創下了這個 英文非音樂戲劇史上 最長演出的一個紀錄 所以這表示說 他真的非常受歡迎 而且這劇本真的非常非常好 對 如果你對國外的戲劇 有一點點了解的話 你會知道那個 倫敦的West End 或者紐約的Broadway 他們最賣的都是歌舞劇 Musical 音樂劇 那其他的drama Comedy都沒有辦法 不可能演到那麼長 對 演個十年 十幾年不可能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奇蹟 這真的是個奇蹟 對對對 而且是在一個戰亂時代 所以這一次我們綠光劇團 也即將在10月28號到10月30號 在我們的國立教育藝術館 就是在南海路這個藝術館 藝術館 要推出這個 英文戲劇史上一個非常奇蹟的劇 對 我們翻譯成開心鬼 對 那這個劇作家 這個劇作家的這個叫做 Nord Coward 他有沒有其他的作品 是大家所熟悉的 我想台灣的觀眾都比較不熟悉 所以這個劇本有拍成電影嗎 有欸 我記得有 有嗎 我不知道 我也搞不清楚 OK 沒關係 等一下 好像有 因為我們那天在聊天的時候 對不起 因為這齣戲我沒有當演員 也不是導演 所以我比較疏離 但是這劇本我看過兩次 非常有意思 至於這個戲 我們前幾天在聊的時候 好像有講說 為什麼綠光劇團演的戲 都會被人家拿出來 拍成電影 不是我們演了他們才拍電影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比如說兔子洞 出口 還有Proof 求證 還有那個 我們其實去年演的那個叫 文明野蠻人 都拍成電影了 這齣戲好像也拍成電影過 所以其實真的是好的劇本 其實大家都會想要 對對對 台灣的觀眾其實不太知道 這個劇作家 以及這個這個戲 但是在國外這齣戲 已經很紅了 沒關係沒關係 就是因為這樣子說 我們把這個戲帶進來 讓台灣的觀眾 可以有機會可以接觸 這個劇作家跟這個劇本 那北岸老師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開心鬼的劇情 大概在講些什麼 他其實是 有一個很荒謬的一個開頭 就是這個男主角 是朱鴻章演的 他是一個作家 他想要寫一本 招靈 就是那個 那個國外很有 靈媒 靈媒的東西 就是你看到嗎 大家點蠟燭 然後大家手牽手 然後再把一個靈魂招回來 有點像現在台灣的這叫什麼 當機啊 當機啊 或是那個 什麼仙官 觀世音 觀落音 什麼觀世音 對不起 觀落音那種 就是跟音間的一種交流 溝通 他要寫一個這樣的題材 於是他就想說 這個東西我有一部分了解 但是我想要 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 他就找了一個靈媒過來 然後呢 就是弄一個招靈這樣子 然後他於是可以觀察嘛 因為作家或者創作人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觀察和收集資料 於是他就找了 現場呢還有他太太 還有他的醫生的朋友 和醫生朋友的太太 兩對夫婦 兩對夫婦跟這個靈媒 於是他們就想說 其實他們有多少 都有一點看笑話的 他們其實有點不太相信 想說看你怎麼搞嘛 我們知道 到時候我再把它寫下來 但是沒想到那個靈媒一進來呢 就是那個楊麗英演的 楊麗英演的 他的作家是朱鴻章 作家的太太是姚昆君 我們世界劇場永遠的女王女主角 永遠的女主角 然後那個醫生呢是鄧安寧演的 鄧安寧演的 一個太好笑的一個人 太好笑 醫生的太太叫做那個 梁 不是不是 醫生的 杜思惠 杜思惠 我太太同學我居然忘了名字 你完蛋了 我完蛋我完蛋了 就是這四個人 加上一個楊麗英 他們就來那個招靈 靈媒就把那個招叫招魂還什麼的 然後 結果沒有 沒有招到任何東西 沒有招到 是真的沒有招到嗎 其實大家走了之後 那個人出現了 那個人出現了 其實他招的那個人呢 並不是他們想像的 而是這個作家朱鴻章 他的錢死掉的前妻 於是你就看到他好玩的地方 就是朱鴻章這個先生 聽得到太太的聲音 但是見不到太太的人 那這個他現任的老婆呢 姚昆君呢 聽不到也看不到 於是這個 這個朱鴻章這個先生 就在前妻的鬼魂 和那個現在的前妻 那個妻子中間呢 一直在傳話 就弄得很荒謬的一個喜劇 所以就是 這真的招臣了 我們講說小三小三 其實不是小三 他過世的前妻 就夾在這個夫婦之間 前妻跟前妻子中間 一個是人一個是鬼 一個人是人一個是鬼 就是很好玩的一個 你想想看是不是夠荒謬 非常荒謬 他為什麼能夠演將近兩千次 就是過程當中 實在發生的很荒謬的 但是有內涵的喜劇 好玩的東西 不過這次發現 其實他的陣容也非常堅強 就剛剛介紹到 都很多硬底子演員 朱鴻章 姚昆君 楊麗英 楊麗英 鄧安寧 鄧安寧 杜思惠 還有一個叫梁菲 梁菲 他是一個 他是馬來西亞華僑 到香港演藝學院讀書 後來又到了北京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在台灣 他就演了這個前妻 這個鬼 然後被召回來的鬼 很好玩 就中間有很多陰謀 有很多推理 而且後來的劇情發展 還會讓大家意想不到 對那個 這個劇本我有看過 太好笑了 但是這邊先賣個關子 對 怎麼會發展成那種 對 一個喜劇到最後發展 變成好像有點推理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之所以做世界劇場 很好的一個點就是 其實外國的劇本 他們有些那種 想像力的東西 真的非常豐富 對 那結構又非常的強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比如說我們自己學戲劇的人 我們第一次在學劇本的東西 其實都要先從一些經典的劇本 開始學 那因為他裡面有很 就是可以去學到他很很強的 那個整個結構性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自己 自己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對 可是其實你還是要先從一些 比較傳統的 然後比較怎麼講 就是整個結構很 整密的一個過程當中 去學習到那個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國外很多劇本 其實他們都除了創意很好之外 其實本身那個 基本的那個底子都非常非常厚實 就像你學書法一定要臨摹 對 就像你學一些 顏 顏真卿 我還記得這個名字 柳公全 柳公全 還有王羲之 對 你就是要臨摹 就是看所謂的大家的經典 是怎麼寫的 怎麼做的 於是在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 做世界劇場有個好處 就是我們自己好像 就回到學生時代 在做一些 那個功課 就覺得很爽很舒服 那很多學弟學妹 或者是台灣比較年輕的一些戲劇的從業人員 就會 看了這個劇本 可能原來不知道的 看了這個戲 看了這個劇本之後 你會 你的寬度就會比較 世界劇場 你會看到 讓世界走進來之後 你再重新出發 你就會 帶著那一點東西 然後 會比較成熟的東西 走下一步 這樣 OK 所以這次那個 因為它是有點 牽扯到這種靈異的 這種劇情 在做這個戲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什麼禁忌 好像還沒有 我覺得做劇場的人 好像都 還蠻ticky的 在這方面 當然 在浪漫上面 其實有人問我說 北岸你相不相信鬼 我說 浪漫 Romantically 我相信有鬼 因為 創意無限 像那個什麼 外星人 外星人 聊災 那些東西 泥筐血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 好美 Romantically 我非常相信鬼 但是 現實中我真的不知道 你讓我看一次 還是不要 還是不要 但是 我 相不相信 我相信 那個好玩的東西 創意在裡面 我就覺得很好 非常非常好玩 OK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兒再回來聊聊這個 開心鬼這個戲